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利益为理由 准备阻止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一家公司 租借澳大利亚国内电网企业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斯科特·莫里森 星期四在布里斯班说 政府将会阻止中国国企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集团 以租贷的形式收购澳大利亚电网99年的计划 期间中国这两家公司将会联手享有50.4%的股权 莫里森说这项计划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澳大利亚电网的覆盖面包括向政府和企业提供电力 和通讯等关键服务 有关国家安全的考虑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而是与资产性质的交易结构有关 按照莫里森的说法 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需要在下星期二之前 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上述初步决定作出回答 美联社说几乎可以肯定 中国企业这一项在澳大利亚收购的计划会就此割钱 报道说这一项99年的收购计划如果成交 澳大利亚能够获得76亿美元资金 容易改造悉尼的老轨等基础设施项目 莫里森强调说 处理外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尤其是类资产问题 国家安全问题至高无上 针对国家安全问题 她听取了所有最了解情况的部门的意见